英文长句的正确念法 让我们来增强一下 增加自己的英文实力 慢慢的增加功力 Passover is an important Jewish religious holiday in memory of their ancestors' escape from Egypt 断句啊 有一个字 主词可以一个字断一下 动词嘛 动词叫英文句子的灵魂 动词最重要 表示动作嘛 所以整个英文的意思 从动词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可以单独 当你念Passover is也可以啦 我只分了细点 可是有的时候啊 这边二四六五个字要连在一起 不好再分啊 Passover就看不懂嘛 这叫复合字 Pas越过 Over到那一头或者整个涵盖住 怎么也看不懂 叫玉月节 这是犹太教的节 而这很多字啊猜不出来 有些字可以推销 有些字没办法 什么叫玉月节呢 你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George就是犹太人的 或者犹太教的一个宗教上的一个假日 放假的 然后 就是在记忆中啊 就是在记忆中啊 Memory是记忆嘛 就是记念啊 记念嘛 就是留在记忆中啊 也不用分成了 记忆中要分成纪念 纪念他们的祖先 Ancestors 也用一个念Ancestor 都有人念啊 念Ancestor好像顺一点啊 就是逃离 逃脱啊 从埃及逃出来 这玉月节是这样的节 这是以前嘛 摩西代理犹太人 越过鸿海嘛 就那一段 但精确讲 这个句子也不是那么精确啦 因为玉月节啊 是再早一点点 也就是 天主啊 耶和华降下十个灾害 给法老 埃及的法老 跟埃及 所以最后一个 第十个灾 就是杀那个 埃及人的长子 就是叶里啊 有些像雾气一样 诶 他的雾气就笼罩在 每一个 埃及人的家里面 然后长子死掉 可是呢 碰到尤山人的房子 他就越过去 就Passover 越过去了 所以中文叫一月节 就过去了 不杀 就针对性啊 所以叫一月节 然后这第十个灾害嘛 十个灾害 法老 就 不能叫法老王嘛 因为法老就是王嘛 就是法老 就是屈服了 就帮他们出去 就开始出埃及机 是这样子 Passover is an important Jewish religious holiday in memory of the ancestors' escape escape escape就是人逃走 动物逃走也是escape 甚至要气体 业脂 流失掉 就要像逃走一样 也可以用escape 本来是念escape 但很多老美念escape 很多都是 不是中医啊 十一户都念成二 叫中性母义 一句话 a singer husband must be dead she always talks about him in the past tense 我想 所以a singer 你可以分享 我想 我认为 我以为 都可以了 就我想她的老公 一定是 必然是 死掉 还是喜欢死 死掉的 已经过去了 然后这个 dash 短的叫 短的杠叫 hyper 长的杠叫dash 那hyper呢 短的呢 它可以变组合字 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dash就有一点 像是 重处连接词 有连接词功能 你看后面有动词嘛 就给你补充说明 因为她老师 谈她老公 用过去诗 所以 英文非常重视时态 中文 也没这个东西 观念是有了 可是字表达不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动词 现在 过去过来 没有这些东西 英文有 因为 老师用过去诗 那就表示过去 那现在就没老公了 这个意思 I think her husband Must be dead She always talk about him in the past tense 所以这边也可以用 that 也可以用dash 都可以 老师用that也很烦 用dash也可以补充说明 教字句 所以英文程度好的 武器就很多了 英文程度不好 就什么都不知道 in the sentence share tone he in the secret the word tone is a past participle and participle 什么意思啊 分词 这叫过去的分词 叫过去分词 这是动词吗 现在是吗 过去是吗 过去分词 表示被动 在这个句子 它告诉我 它一个秘密 然后其中这个字呢 就是过去分词 表示被动 通常表示被动 因为它被告诉 告诉嘛 不是啊 它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 被动 它被怎么样 另外一种就是 这叫现在完全式 现在完全式的 注重词 he in the future 也是用 也是用完成式 这两种情况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一般就是表示被动最多 其次是在完成式 不管现在过去 过来完全式的 注重词后 我们也用 也用这个过去分词 所以这个toad 是一个过去分词 in the same time she told him the secret the word told he said kash bot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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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词很复杂啦 它有 现在分词 有过去分词 现在分词常常当 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 都可以当语言词来用 现在分词有动词加ng 过去分词加ed 但是现在分词又多一个 也可以当名词叫动名词 所以动词加ng 比较复杂一点 the past tense can also be used to refer to something that exists in the past 这个过去式 所以前面叫过去分词 这里叫过去式 tent就是时代 过去时代 过去时 也可以被使用 referred是凡是有关 这个指出 指出有一些东西 是在过去存在的 过去式 叫过去 现在是 cursion chance 未来是 cursion chance 就是英文 因为就很重视 时代动词的时代 很重视单复数加不加s 可不可数 不可数 很重视这些东西 因为从自理行间讲的话 就知道发生现在过去未来 the past tense can also be used to refer to something that exists in the past 我们这样分断就比较轻松一点 当然要了解 了解要怎么分断 这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停顿的地方 关于一个句子 一口气念完自己会累死 别人听了也觉得也很累 因为没有警队的地方压力太大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讲英文念英文 不管念啊讲啊读啊 就是 组织太难 慢慢念 就是不要比赛 不要比赛谁的速度快 这没什么好比的 也不要炫耀 也不要说我去讲得快 那这个是语言嘛 语言是沟通嘛 是表达嘛 不是竞赛嘛 不是比赛 是为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不想讲得快 就慢慢念 语言啊 讲话是以清楚为主 其次就是你的强度 一扬顿挫等等 没有在比快 当然发音要表准是没错 N90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ngers the most is the way that people patronize the old ladies 就99岁啊 这几岁又 act 习惯 所以很多 这些词 有两种习惯 一种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有每个人对 印在里面嘛 act 在什么地方嘛 by 在旁边嘛 或者借由 用什么工具哦 with 就是跟什么在一起嘛 或者使用什么东西啊 of 代表它属性嘛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你讲不出什么道具的情况 就是大家怎么讲 后面就跟着怎么讲 然后也没什么道理 语言就约定俗成嘛 有道理的就懂 没道理就不管嘛 中文也是很多这种东西嘛 也讲不出什么道理 可能刚开始用 就是一种习惯 或当初有道理 或者也搞不清楚 就是九十岁的时候啊 就是九十岁的时候啊 这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很多事情 都有一件事啊 我们就讲有一件事就可以 就是让他非常生气 angor 可以当名字可以当动词 形容词就是angry 复制angor 就是让他很生气啊 九十岁的时候他有什么好生气 什么东西 就是很生气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是 所以这个是 dead anger 这边就是子句 重组连接时代子句 angor 所以不是名字动词 也就是动词 所以前面假的 是子句是假的 可有可无啊 但通常有嘛 就是有 没有的话就讲得清楚啊 有的话讲的 就讲得比较清楚 可是文法上 它是可以 可以没有的 就是文法上 可以没有 语义上 最好是有 你知道最生气的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 本来是道路 就是方式 老师跟你讲方式 什么方式啊 人们老是patronize 老师对老蔡太阳 patronize 什么意思啊 patronize 本来是光顾啊 你去光顾百合公司啊 光顾餐厅啊 去消费 patronize 对人家好 因为你去消费 你就付钱嘛 当然你也可以吃东西 可以买东西 但是他赚钱嘛 就是光顾他嘛 这非常好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他好像都是连女他 好像因为年纪大了 他叫你 你要不要坐下来啊 要不要扶你一把啊 哎哟 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舒服不舒服 就是好像 好像老师要连女啊 当然这边就不要讲光顾了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 对你好 但是好像有点施舍的感觉 对不起 你可以说 欢迎施舍 也可以说连女啊 当然 就消费我 就要光顾 其实老师 我九岁了 至少真嫌 我很高兴 可是老师 大家好像 在把我当可怜虫啊 把老人家当废料啊 废物啊 动不动就跟我讲这个 讲那个 好像我就 我就马上要死了啊 我心中不方便 脑袋不清楚啊 就感觉不好 所以有的捷运上面啊 这个老人家 你让他坐位 他还不高兴 我可以站啊 当然九岁是不能啊 有的六七岁 不高兴啊 我要六七岁 你让我站得住啊 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干嘛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ngers the most is the way people patronize our ladies 你看这边三个动词 Anger if prisonize 三个动词 所以这边也省略掉 有的捷运计 捷运计 有时候可以省略掉 有的不能啊 但这个关系 这个东西很麻烦啊 就是 限定实用法 可以省略 非限定实用法 不能省略 但这个一下讲不清楚 就是 What annoys me is that everyone pars on the payment in trouble my house our house 就是 啊 这也是 止据嘛 用what 反正一看嘛 用that 用which 用what 用when whatever 那种东西啊 都假的 都是止据 都是补充性 不是主要的意思 都是辅助性 annoys 就是让我很不高兴 让我很 很气恼啊 就是让我很 很不舒服吧 那我们不舒服的就是 什么东西啊 is that 这边就是 操作连接词啊 指去 就每一个人啊 你看 三个动词 annoys is pars 三个动词 真正动词 yes 那我 很懊恼的就是啊 就是 everyone 是 代理词啊 每一个人 park 本来是公园 公园嘛 这边叫动词 停车 公园跟停车 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要讲典故的话 park 也不是公园啊 park是一个空间啊 可以容纳 不管是人啊 车子动物啊 容纳蛮多的 然后可以做一些活动 啊 像公园嘛 容纳很多人 去公园休闲嘛 看着花什么 汽车嘛 容纳很多汽车嘛 停车嘛 啊 他也可以当棒球场 那种棒球场 容纳很多人看棒球嘛 然后对女生为动词啊 其中可以停车就 啊 停车场 就把他变成动词了 而就每一个人都停车 停车 停车配面 配面就不好的道路啊 在我家 Incounterman house 在我家前面 这样子 这个观念 东方人比较美 因为我们东方人就是 我自己的房子嘛 房子外面就是马路 可是外国人啊 当然比较是郊区啦 市区也不太平 就是独门独月 看很多电影 独门独月 可是他房子啊 不是在哪里边 前面有个前院 还有后院 后院 后院可能看不到 前院嘛 就是一个草坪嘛 还有沙子装置嘛 然后呢 草坪旁边呢 有两条小马路 是私人的啊 一个驾驶 就是他们的车库嘛 一个小车道 那是私人的 反正马路经理都是他的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房屋的门口 也是一条小路 小路 有的时候大一点就开始 就是私人的啊 东方比较灭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停在我私人车道啊 或者停在我门前啊 那是我私人的啊 我自己啊 我自己啊 啊 用这个什么柏油啊 还是用石子啊 把它铺起来 是我私人的啊 怎么停在我前面啊 可能别人搞不清楚啊 就洗个户进去啊 有外国的房子啊 是这样子啊 东方比较少 这关键字啊 这关键字啊 pavilion 什么意思啊 像牡丹庭啊 中国那个啊 传统的那个戏曲啊 我在一起 B&E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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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琴子啊 良琴啊 弄琴子 他在讨厌 他也认为是大帐篷 嗯 比较大的啊 不是露雲帐篷 就是马西亚弄帐篷 所以两个都可以 你说是什么亭子也可以啊 什么帐篷也可以啊 就看上下文啊 Pavilion 都有嘛 就是在夏天的晚上啊 B&E是一个乐团啊 本来是一群人啊 后来就场面乐团啊 常常啊 演奏啊 古典乐 古典音乐啊 在那个公园里面的 亭子里面啊 那这就可能要大一点 亭子啊 你说公园里面帐篷也说得通啊 帐篷亭这个 但是 亭子是固定式的建筑物嘛 那如果是帐篷就停 亭子是永久性的建筑物嘛 因为有水泥啊 还有或者木头啊 帐篷是临时性的嘛 当然都有可能 好了 这边就当亭子好了 夏天晚上啊 这个乐队啊 至少会在那个公园里面的啊 大的亭子里面演奏音乐啊 It's at night in summer 你看用的不一样 白天晚上用at 这个季节用in 一年就用in the band doesn't play classic music and get people in in a park 你看 所以这句子无处不在 这个句子啊 at in in 三个in 整个四个这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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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k is a major abunium that is used for green food vegetables and other dry substances 这个一般人看不懂 看 本来是鸟啊 用嘴啊 尖尖的嘴啊 去捉 好像捉木鸟 或者是捉 鸡也可以啦 捉地上的米啊 什么东西去捉 可这边是名词啊 不是动词啊 叫佩克 中文版佩克 就从了英国来 就干娘的单位嘛 好像军队啊 出去啊 打仗也是 你不能随时吃热的 就配干娘 干娘大概知道什么 是一个单位 一个计量的单位 i major 就是测量 计量 一个单位 就是重量啊 干娘也有重量嘛 也不能带太多 太重嘛 不然阿平的这个 背起来很重嘛 要看你出去几千嘛 出去一个礼拜 有一个礼拜的量 当然还可能补给嘛 如果一两千就不会补给 你就带一两千嘛 所以他要劝重 也不能太少 太少 吃不饱 太壮 肥家很累 就是关娘 这是 呃 这个就是 呃 可以算 算那个 关系带名词 不是 呃 这边 你讲 有你也可以啊 大家主要是讲看 隔的比较远一点 啊 就是 这个 我们叫佩克 就是干娘的单位啊 一个佩克 两个佩克 就是用来啊 啊 是 呃 就是 来测量嘛 啊 当然你说油腻也可以啊 油腻跟项米啊 这个 啊 关系带名词带记 油腻啊 这样 因为这单位嘛 就是 果类 水果 如果 蔬菜 以及其他干的啊 啊 干的这个 这个固质啊 就是给亲人吃的啊 叫佩克 所以 一份 我们应该不能讲 一个佩克 一份佩克啊 有多少的 五五杂粮 有 一点点水果 啊 一点点蔬菜 其他干的嘛 当然也不是完全干的啊 还是有水分嘛 但是水分嘛 容易 坏掉 坏坏的就是 它用正控包装 所以很多那个军员啊 他都是一份一份啊 就 真控啊 包装起来啊 要射射打开 甚至有的视频啊 有的说 二次大战 拿起来还可以 那当然 就没有什么香蕉啦 没有什么水果来说 就是 什么牛肉啦 猪肉啦 咖啡啦 什么一大堆那种东西 辈子 编子 贵 链 金 里面 针 小米 是一个 有些 特殊性的名字 它的风格实在是一种形式的风格 很特殊 让他的诗 诗人的诗很特殊 像李白 他们用比喻的手法 白法三千张 头法拿到三千张 黄鹅之水牵上来 所以怎么会牵上来 这种比喻 夸张 这个诗人 他的写诗的风格 特殊 让他的different from 就跟人家不一样 跟其他的诗人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英文程度 你不能说different from other points 而是要 加一个data 为什么 因为前面是诗期 诗是point 一首一首诗叫point 也可以加s 很多诗在一起叫诗集配群 你看两个比较 要同一类的东西比较 人跟人比较 诗跟诗比较 诗跟诗人不能比较 所以 两个是完全同样的东西 就不用data 如果两个比较的诗不一样 就要加一个data 也就是说 这个诗啊 跟其他诗人所做的诗 那这样就可以比较 你说诗跟诗人 无法比较 这个意思 那我们一般的华人啊 英文程度或者文化观念 或者语意义上的观念 没那么好 那就直接啊 different from other points 中文来讲 讲得通嘛 英文就不及了 英文总是对称性 symmetry 这个诗 the little girl was fascinated by the pendulum were to swam back and forth forever 这个是断句 swam跟back 这好分开一下 这小女生啊 就被吸引住了 用过去的分子 她不是吸引人家 她被吸引被什么吸引 就不认识了 就是那个比较大的钟啊 她有钟摆 就左右摇晃摇晃 这小女生一看一个钟摆 小女生嘛搞不定 很生气 怎么都不会停啊 怎么永远在弄满 因为她有干电池嘛 有发桥嘛 不代没有干电池有发桥嘛 发桥还要上下巴桥 所以奇怪 小女生被吸引了 那钟摆怎么都不会停啊 Wedge就是关系代理师 代表pandula 就是swam 她的元性都是swing 这是代表RNG 她是过去式 过去分子也是swam 就是摇摆 back and forth 来来去去 一下后退一下往前 back就往后 forth往前 但她是左右摇摆 也不是一前一后 就是back and forth 就是来来往往 也不管前后左右 来来往往 forever一直都是 这副词 小女生被吸引 这个钟摆 什么老师 一直左右 摆来摆去 晃来晃去 永远不会停 The literature was translated by the pendulum which swam back and forth forever 我另外两个频道 就这两个频道中间 多多参考一下 这一集讲解 看不下 什么 我伄说 那 的 老师